同学们,前几次课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化学剂量化合物的结构缺陷 从这节课开始,我们来讲非化学剂量化合物 首先我们来看什么叫非化学剂量化合物 当原子或者说离子的比例不成简单的整数笔 或固定的比例关系,就形成非化学剂量化合物 比如氧化铁,铁氧比本身为1比1 在某些情况下会变成0.95比1或者说0.92比1 不再是简单的整数笔或固定的比例关系 这种化合物我们就称为非化学剂量化合物 非化学剂量化合物,它实质上是同一种元素 高价态与低价态离子之间的置换型固中体 什么意思呢?还以氧化铁为例 当铁氧比为0.95比1时 就相当于一部分二价铁离子变成了三价铁离子 实质上是铁元素三价铁与二价铁的氧化物置换 形成了适换型固中体 非化学剂量化合物主要分为四大类 因离子缺位型 阳离子填锡型 因离子填锡型 阳离子空位型 给大家一种化合物 大家要会判断它属于什么样的类型 它是哪一类的非化学剂量化合物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 因离子缺位型 二氧化钛是一种典型的因离子缺位型 非化学剂量化合物 钛氧比由1比2转变为1比2-X 不再是简单的整数比 并且比例关系也不固定 这是由于在缺氧的条件下 一部分氧脱离原来的位置 形成氧空位 带两个正电荷 它可以看作四价态和三价态氧化物的固容体 也可以看作未保持电中性 一部分四价态转变为三价态 那么我们来看缺氧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由于形成氧空位 带两个正电荷 未保持电中性 一部分四价态被三价态置换 带负电荷 缺陷反应方程式 如图所示 这里我们要注意 四价态离子获得了电子变成三价态 但这个自由电子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四价态 而是被舒服在负离子的空位周围 如图所示 氧负离子空位带两个正电荷 自由电子在负离子空位周围旋转越迁 它不属于某个四价态离子 我们把这类自由电子陷落在负离子空位中形成的缺陷 称为F色心 那么在电场的作用下 自由电子可以嵌移 形成电子导电 具有这类缺陷的材料呢 就叫N型半导体 根据缺陷反应方程式 即平衡常数 一步一步的推导 我们就可以得到氧空位的浓度 与氧分压的六分之一次方呈反比 同理 自由电子呢 也与氧分压的六分之一次方呈反比 因而 随着氧分压的升高 电导率是下降的 第二类 氧粒子填锡型 氧粒子填锡型非化学进量化合物 氧化氫是典型的氧粒子填锡型非化学进量化合物 氧氧比由1比1变为1加X比1 不再是简单的整数比 这是由于氧化氫在氫蒸气中加热 氫离子会进入间隙位 形成带正电荷的填锡氫离子 同样通过推导 我们也可以得到 氫离子缺陷的浓度 与氫蒸气压的三分之一次方 成正比 第三类是氧离子间锡型 这里化合物比较少 大家了解即可 最后一类是氧离子空位型 最典型的是氧化铁 由于铁离子空位的产生 氧化铁中铁氧比由1比1变为1-X比1 我们来看缺陷反应方程 铁离子形成空位 带两个负电荷 为保持电中性 一部分二架铁为三架铁置换 带正电荷 所以这类非化学计量化合物的本质 是同一种铁元素 高价离子和低价离子氧化物 形成的置换固容体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V色心的形成 我们来看这个图 形成铁离子空位带两个负电荷 为保持电中性 在正离子空位的周围会捕获电子空穴 电子空穴围绕正离子空位旋转越前 从而形成了V色心 形成这类缺陷的材料 就叫P型半导体 至此 晶体结构缺陷这部分就讲完了 这部分需要大家重点掌握 点缺陷的分类 及简单缺陷浓度的计算 点缺陷的表示方法 及缺陷反应方程式的书写 典型非化学计量化合物 及类型的判断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